冰城东北县卫生局 整顿区内14卫生 突击取缔5级占目一带 17加14 当地一家著名的扁担饭餐馆 也因为有蟑螂出没 被令关闭 期间因为卫生部达标 而同样接到关闭令的咖啡馆业者 还不满地挑衅卫生官员 执法队在行动中 一共是开除了21张罚单 总额超过2万令吉 无论是在隔游池或是墙角 蟑螂随处可见 执法官员在摆放饮料包的架子上 瞧一瞧小蟑螂四处乱窜 饮料架抽屉一打开 肮脏的惨不忍睹 还带有黑色粘液 东北县卫生局食品安全与品质组 执法组昨天展开国庆日取缔行动 一共检查了五级战母一带的17个营业场所 并向违法餐厅发出了21张 总额达2万0300令吉的罚单 其中6家14 因为卫生情况不达标而被勒令关闭 包括五级战母一家著名的扁淡饭餐厅 因为冰箱内的蔬菜盘出现蟑螂 被卫生局勒令关闭两个星期 至于另一家违反卫生条例的咖啡店 清洗餐具的区域脏乱不堪 厨房等角落都成了蟑螂的天堂 超过五个摊位都在人行道上烹饪 非常不卫生 一名疑似店主的男子相信是不满被对付 一度向卫生官员表达抗议 卫生局是援引1983年食品法令 向卫生部达标的餐厅发出关闭令 此外当局也在行动中 没收了一些过期食品 及没有进口标签的食品 包括牛奶和饼干等等 总值超过2600令吉 多余